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恐怖电影《鬼家怪谈》 故事开始,女主是名高中生,母亲去世后就和父亲相依为命 后来不知道家庭出了什么变故,最终连房子也卖了,只好租房子住 通过租房广告,他们找到了一处不错的地方 房租租金很便宜,还不要押金 在看门大爷那儿签了合同,女主和爸爸就回去收拾东西准备搬过来 在临走时,女主下意识回头看了一下公寓 一个穿着制服的长发妹子在楼上看着她 但一眨眼,人又不见了 画面一转,父女俩按照约定的时间搬到了公寓 邻居们都热情地跑出来迎接她们 有布达尔夫妇,出云夫妇,还有兽夫妇 大家寒暄了一通后,一起帮忙搬家 在搬家的过程中,女主认识了出云夫妇的儿子 帅气的小帅,两个年轻人聊得很投缘 女主想起了那天看到的制服妹子 于是就问小帅 然而小帅竟然说这里压根就没有这个人 随后女主搬东西上楼时 正好碰到了一个大叔也在搬家 不过他们是搬出去,而且走得很匆忙 像是巴不得马上离开 接着女主来到了阳台查看 发现楼下的院子里坐着一个奇怪的老婆婆 正神色诡异地看着她 不过女主也没有特别的在意 收拾好房间后,爸爸让女主出去买酒 女主刚一出门,就看到那个制服妹子 进了走廊最里面的那间房 女主觉得很奇怪,于是跑去敲门 但是并没有人回应 这时身后突然跑出来两个小孩 正想过去打招呼,小孩惊恐地丢下洋娃娃就跑开了 随后女主了解到 这就是要搬走的那家邻居的孩子 接着下楼时,看门大爷告诉女主 这栋公寓有个规矩 每晚必须在十二点前回到白县里面 不然就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回到家,女主就把这个规定跟爸爸说了 但爸爸却不以为然 第二天,女主打探到了搬走那家邻居的新住址 然后给他们送去了养娃娃 孩子的妈妈有些不好意思 感谢了女主 随后在聊天中 得知女主撞到了制服妹子的事 大惊失色 于是就把公寓的秘密告诉了女主 这对夫妻刚搬过去时 管理员就告诉她 爱字在这里是个禁忌 因为原房东的女儿就叫爱 但女人的女儿名字也叫爱 所以在这里千万不能叫她女儿的名字 当时女人没有当真 继续叫女儿的名字 结果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先是在房间中看到了穿着学生制服的女孩 接着又发生了儿子重邪式的掐住了女儿的脖子 差点没把女儿给掐死 而女儿也被鬼魂附体 大声喊着不许叫我的名字 后来他们得知 三十年前房东的女儿莫名其妙的失踪 然后就有人看到女孩的鬼魂在楼里游荡 住户必须在十二点前回家 这也是制服妹子的诅咒 这三十多年来 前后有十三个人因为不遵守规定而惨死 随后女主好奇 女人一家搬出去怎么会没事 女人说这是公寓里的另一个规定 每当有新的住户搬进来的时候 住得最久的人就可以搬出去 就不再受诅咒的约束 难怪那些邻居那么欢迎女主他们搬进来 晚上女主回到家在楼下碰到了小帅 两人聊了起来 女主欲言又止的表示自己很害怕 害怕黑夜的到来 小帅则在一旁安慰女主 回到家 女主就把闹鬼的事告诉了爸爸 爸爸却并不相信 晚上女主准备睡觉 突然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而且离她越来越近 第二天的早上 女主醒来 发现床边的地上有一滩粉末状的东西 画面一转 这边初云大叔接到了调职令 让他去大阪上班 一家人为此都很惆怅 因为擅自搬走 那可是死路一条 初云大叔本想拒绝公司 但他的老婆却不肯 他害怕一家人会变成布袋夫妇那样悲惨 原来因为这栋邪门的公寓 布袋先生拒绝了公司的调动 于是被同事排挤 只好辞职 之后就一直找不到好工作 两口子现在是一瓶如洗 饭都快吃不起了 晚上小帅和女主告别 说他们一家已经决定要搬走了 想闯一家看看会不会有好运 女主虽然有些不舍 但也无可奈何 第二天 初云一家终于搬到了新家 然而一家人却坐立不安 他们想着人多的地方应该会安全 于是一家人来到了餐厅等待 结果餐厅突然停电 一片漆黑 接着制服妹子就开始了疯狂的杀戮 先是小帅的妈妈被杀死在了冰箱里 接着小帅爸在厕所里领了盒饭 小帅东躲西藏了半天 最终也没能逃过追杀 画面一转 餐厅来了店 服务员走过去 发现初云一家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 已经死掉了 第二天 女主在房间里听到了 小帅一家死亡的新闻 崩溃的大哭 到了晚上 女主一个人害怕的蜷缩着 然后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第二天的早上 女主醒来在床边 又发现了一滩粉末 画面一转 晚上看门大爷和老伴准备睡觉 房间里突然出现了一群士兵的亡魂 原来大爷年轻时 是这群士兵的头头 为了自己保命而抛弃了他们 最后这群士兵都战死了 现在他们的亡魂在这里找到了大爷 每晚准时出现找他复仇 方式就是折磨他的老伴 每次都是把他的老伴折磨半死后就消失了 随着制服妹子的怨气越来越重 诡异恐怖的事也越来越多 这里的居民一个个的都被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 女主的爸爸此时也不得不相信诅咒的存在 女主的爸爸是一名自由作家 职业的敏感性告诉他这是个很好的卖点 于是他开始和邻居不停的打听关于公寓和幽灵的事 而在学校里女主得到了一个去大阪学习交流的机会 女主很想去但又担心诅咒 于是就跑去图书馆查制服妹子的资料 可惜资料有限 只有警方对制服妹子爸爸的询问笔录 上面只说当年女儿放学后没有回过家 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一无所获的女主回到了家中 却从楼下那个怪婆婆那里得知了一件事情 怪婆婆说当年制服妹子的爸爸撒了谎 因为怪婆婆亲眼看到制服妹子回到了家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她的爸爸为什么要撒谎 女主有些疑惑不解 而另一边 邻居们知道女主的爸爸要把幽灵公寓的事写成文章发到网上 纷纷前来制止 因为一旦女主爸的稿子发出去 就没有人再愿意搬进来 那就意味着他们要一辈子待在这里 双方为此爆发了争吵 进而大打出手 闹得很不愉快 女主爸告诉女主文章发出去后肯定会一炮而红 到时候就有钱离开这个鬼地方 女主对爸爸的这种行为很不齿 但也没有办法 晚上女主爸是终于写好了 但是稿子却发不出去 她看了下时间 还有半个多小时就到12点 于是准备马上把稿子送去编辑社 结果半路上又遭到了邻居们疯狂的阻拦 但最终还是跑了出去 而女主却悄悄地回到了公寓 从门房偷拿了看门大爷的备用钥匙 打开了制服妹子的家门 将了解真相 女主走了进去 房子里黑黑的一片狼藉 接着女主发现了一面斑驳的墙 像是后来乱糊上去的 女主伸手一摸 墙上的粉末和女主房间里出现的一模一样 敲了两下 发现墙是中空的 随后女主从地上捡起了一根铁管 在墙上猛戳 女主凿啊凿 凿啊凿 终于是凿开了 里面果然藏着一具穿着制服 已经腐烂的尸骨 这时邻居们也都赶到了 见证了这一幕 另一边 马上就要到十二点了 女主的爸爸赶紧飞崩回公寓 在最后一秒 女主的爸爸却摔了一跤 还好滚到了白线里 女主冷冷地看着他 然后却把白线绕过了大叔的身体 让大叔处在了界线之外 原来女主移动了白线的位置 让爸爸误以为自己在白线里 爸爸反应了过来 想翻到白线里去 却被女主踩住了头 这时制服妹子出现在大叔的身后 了结了他 女主不忍直视 毕竟是自己的爸爸 看到大叔死掉 女主流下了一滴眼泪 此时女主与制服妹子 面对面站着四目相对 接下来是女主的回忆 原来每天的晚上 女主害怕的并不是鬼 而是他的人渣爸爸 每天的晚上 喝多了酒的女主爸 就对女主做人神共愤的事 这些都被制服妹子看在了眼里 制服妹子居然流泪了 再接下来就是制服妹子的回忆 三十年前的那天 放学回到家 喝了酒的父亲又想内啥他 制服妹子就把爸爸给推开了 于是恼羞成怒的人渣父亲 借着酒劲就把妹子给杀了 然后将尸体切在了墙里 真相揭晓了 制服妹子的鬼魂也就消失了 整个公寓都空荡荡的 诅咒解除 除了女主 所有的人都搬走了 女主要留下来 永远地陪着制服妹子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再次